經濟部長阿波表示 凡是在今年 貫台電插油的太陽林發電收購案 都必須要在二地陣營完工 才能使用今年優惠費率 這項新規定 高級是會引起一部這個冠冬條 不過一些政党嚴重落後的這個行政案 要在在村內十三天內要完工 強行的冠冬 會嚴重順勢三項以上 提出經濟部的公文 太陽公典入借和理會今天表示不完 因為經濟部長阿波緊急發表公文 只要在今年跟台電簽約的 太陽林發電收購案 都必須在年代前完工 才能夠適用今年的優惠費率 不過17號才說過 31號就會完工 要在這13天來完工根本就不符 我就請總統馬英九 你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廢了吧 不要這樣再坑殺人民 欺騙人民來投資 一般來說 剖析太陽林發電增地 比較多網索案件 一般時間時間大有時一人告過 大網索案件可能要三個月以上 這才表示 若是沒有時間 若是沒有到八九十的申請案件 都可能沒有辦法適用 今年的超優惠費率 五個順勢得到三項以上 兩個月就到民國一百年以後的事了 一百年以後 所有的店價都大 都都在降下來了 那降下來以後 他就是要你用那個降下來 降多少 30% 大家成本都是用這個來算 這次修改學友 漢年度太陽林的收穫費率 會報告 四十九二十 壓制利益也在降價 儘管經濟無表時 目前已經問過 發揮單位意見 不過壓制卻是出面基礎 政府長拜五月報這麼通知 這兩天的效果完全無法聯絡到人 就要壓制來照搬 將對該來該去的政策 壓制雄言 會禮拜開始走上火爐 來捍衛組繫的漢業 記者 綜合報道